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隔了很多年 又拍了电视剧了 然后有创业 有自己的工作室了 想问一下 一开始讲一句话 现在的凤小月 有成为五年前的凤小月的心中的英雄了吗 我觉得应该稍微比较接近吧 我觉得 因为我现在 现在我的看法 我还是在追我心中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那个是推动自己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但是我觉得我倒不纠结终究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 反正只要 只要 只要有信念 然后你投入 然后你保持 保持敞开 然后 有勇气 这些事情它自然会带你去一个 会快乐的地方 你的人生中一直都是在 希望自己快乐 追求自己快乐的一个过程 对啊 我就是很喜欢 很喜欢快感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大家 这个应该就是大家都向往的吧 都会希望越来越好 然后 但是那个好字就是 就是 大家会自己有不同的方法去定义这样 对啊 因为每个人评估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也许有些人 可能 他的人生的道路上面 可能这个年纪还没有想要成家 可能到这个年纪他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每个人选择 可能就随着时空有改变 但是你是一直有在 照着你想要的方向去走的吗 我可能就是跟现在讲的这件事情有点冲突 我觉得我可能反而是比较随遇而安 然后我在这种很很就是 比较 比较随遇而安的状态之下呢 我又会想要叛逆 因为想要 想要改变 或者是想要做自己什么的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两者是 我觉得反而是一直在冲突 成家跟创业都是我没有预期的事情 它就是发生了 但是 勇敢去面对嘛 我觉得有孩子啊 然后什么 有婚姻啊 这些事情知道 其实都是好像比较需要 放弃很多 或者是需要扛起很多的一个过程 但是其实 一开始的 对于这些事情的不确定啊 反而到现在来说 我觉得 我都还是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我做的比以前更好了 然后 然后 你知道伊成 伊成 反正前一天的报道就会 他就会说什么啊 其实我很多 人生中的惊喜 是从 我那些不喜欢做的事情 里面中得到的 然后 我觉得我也我也可以有 也可以体会这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不喜欢是因为 你会有困难 你在面对一些事情有困难 所以你会有反感或是烦躁的这些心情 但是那些心情呢 并不代表说 事件的本身是不好的 或者是人生的考验是不好的 它只是一个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在 意料之外的 对 然后你在就是觉得 因为改变其实都是痛苦的嘛 我觉得人就是 人会不想要 会不想要改变 或者说会长期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 一个模式 然后一直不改 这个个性一直改不掉 就是因为改变 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那创业呢 创业 创业我觉得我真的是运气好 就是都是遇到一些很善良的人 然后所以做的事情就 呃 就是 呃 就比较 做的可以做的比较长久 你知道吗 然后 呃 然后工作室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 也是意料之外的 嗯 就像是疫情 是所有人预料之外 这样子 然后那件事情 刚好是在疫情那年发生 嗯 然后 呃 这个工作室其实也是 我为了想要更精进自己 嗯 所以我就是顺便再重新学习 这样子 嗯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最 我自己最喜欢的自己的一点 或者是希望自己有这个 的的的那个点 是我对于 呃 未知的好奇心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能够让我一直保持在一个很很兴奋 并且充满 充满灵感的一个一个一个思维状态 你是一个喜欢冒险的双鱼座 身心浪漫也勇于冒险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嗯我喜欢 对啊我喜欢 渴望刺激 其实渴望新的刺激 但是你会善于做选择吗 嗯 其实不 嗯 越来越好了 越来越好了 必须要说 嗯以前真的不太会做选择 以前就是什么都要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什么都不要 然后或者是就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因为这个也好这个也好这个也好 这个也好 那到底要什么 现在现在比较可以缩小范围 然后 嗯 嗯 不会那么犹豫 比如说 我希望是这样子了 比如说好了 像在花灯珠上里面 嗯 你让两个女主角引起了 友情跟爱情之间的 纷争 嗯 面对感情的选择 友情爱情亲情这几个的选择 对你来讲是简单的吗 在演的时候很简单 当然 在拍的时候很简单 是 其实很清楚 我觉得我可能在演戏 的时候 都会比过自己生活的 的状态来的 来的清楚很多 嗯 嗯 当然因为角色是设定好的 然后剧本什么什么情节是设定好 所以其实我只要去 去配合就好 嗯 嗯 但确实在自己生活 嗯 因为这个问题一直被问到 你知道吗 一直被问到 你爱情有情 嗯 大家最喜欢问这种问题 选什么 嗯 但是就是找到 找到你的平衡啊 我觉得就是找到你的平衡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在 因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你失去平衡的话 你自己是看得到的 然后那就是在做调整 就这样子 你在寻找这个平衡的过程当中 寻找了多久 嗯 还在寻找吧 还在寻找 对啊还在寻找 因为 我 我 嗯 从演戏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找到了很多 我 我自己人生的一些 心得 是从我的工作 来获得到的 嗯 那因为演戏 的方法 并不 不只有一种 然后或者是你怎么进入角色什么的 其实每一次都要重来 一个新的剧本的时候 来的时候 一个新的角色 嗯 最难的部分就是你要怎么找到 那个重来的状态 重新来过 然后你可以重新的去 学习 重新的去体验 重新的去 做研究 重新的去了解这个世界 在干什么 嗯 所以我 我现在不会有一个 我对于事情就是不会那么绝对 嗯 因为我觉得当是所有任何的事情 开始变得绝对了以后 它就形成了一个极端 当它形成一个极端的时候 它就会 再好的事情 到了极端 它都会有反效果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中华文化很喜欢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中庸之道吧 就是一直在找这个东西 找那个平衡点 对对对 然后可能我自己都没有发现到 呃 呃 原来我这么 执着于 找到这个平衡点 呃 现在现在可能会比较 就是觉得 这些老很很老梗的东西 很重要 很重要 对啊 然后你 然后你要就是你可以找到 你跟他相处的方式 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些老梗 还是有很多 是有非常非常多丰富的事情 去去提供你的 在在在过生活啊 然后什么 在工作上啊 都是 当你在人生中 家住在你身上的事情 越多 比如说生活的东西越多 历练越多之后 归零 然后寻找中庸之道的这件事情来讲 有变得越来越容易吗 还是越来越难 呃 越来越容易 越来越容易 可是那个也是我自己定义的 你知道吗 因为在我的环境当中 我找到一个适合我在 在社会上啊 在工作上啊 家庭人 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 我大家也舒服 我也舒服的这种状态 因为它是一种相对的概念 嗯 那不 如果是所有事情都是我 我觉得应该要怎么样 所以只能这个样子的话 那很快就会找到 所以其实很多还是 是来自于我的环境 然后我周遭的人 然后 在配合的过程当中 你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 你是追求舒服的 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 你都喜欢在一个很舒服很流畅的状态下 把它完成 对 对确实 然后我自己也越来越接受这件事情了 我觉得我是一个 呃 没有要 特别 呃 不是想要那么想要 总是透过破坏 或者是伤害 自己来 来 来找到 生命中的缤纷 你知道吗 我觉得 我觉得特别是演员 他还是要有 之前有些前辈就是跟我分享 就是演员就是还是要练习的是 是新的 新的强大 很多刺激 很多的压力 什么之类的 那个新的强大 嗯 然后 这个新的强大 你可以把它放得越宽 就是用爱这件事情来 来包容这个世界的时候 好老梗喔 好老梗 但是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 嗯 然后你要了解这件事情 真的需要一些过程 你知道吗 然后 我自己也还是在一个 学习的状态啊 你知道虽然 虽然我有很多 很好的 我身旁有很多 很好的养分 来 来帮助我完成这些事情 呃 但是他 我觉得最终的努力 还是要自己去投入 嗯 然后 嗯 所以就是 你投入多少 你才会有多少收获 因为双鱼座需要的是水啊 嗯 需要很柔软的 很 很顺滑的 水的滋养 对你们来讲才是 舒服的 嗯 才是会心甘情愿的去 跟着那个水游下去的 嗯 可能就是慢慢的找到了 你自己个性里面 真正的那一块 然后 所以才会 过得比较越来越的顺畅 嗯 嗯 就往心里面的方向去走 嗯 所以其实有一些可能 压迫或者限制 或者像你讲的破坏 你可能反而可能 就会觉得自己有点格格不入 因为你就想要好好的过 自己的生活 嗯 嗯 但是你有感觉到 演员 凤小月跟 平常一般人的凤小月 你有抓到两边的差别 在哪里了吗 嗯 嗯 嗯 我觉得我反而在工作状态 现在越来越可以 越来越得心应手 越来越轻松 然后我觉得 嗯 嗯 因为演戏这件事情 他首先他不能急 嗯 然后很多一开始学习的那些 道理 呃 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 不是每个年轻演员都可以马上就提 提悟到的 那因为我自己的 我的机会一直都很好 所以 呃 嗯 会 有时候机会太好 会跟你就是你状态还没有准备好 那个东西他会造成一个冲突 就是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状态 是因为你还没有经历过这一段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现在 我希望我自己是经历了一些 然后有一些心得 然后这些心得 他就是 就是一些心法 你知道吗 嗯 嗯 我不知道 我现在的这些心得 他可以 他可以滋养我多久 嗯 我觉得还是会 终究还是会遇到 再再摔一次 然后再 再站起来 然后再摔再站起来 我觉得就是 要一直 一直这样子的循环 嗯 所以其实我也 我也很 我也很期待 跟 跟包容 你知道 嗯 当 当 当有事情 嗯 变得不是像 我原本之前想的那个样子 之后 其实他也带给我很多 很多刺激 嗯 你现在心应该 打得比以前更宽了啦 对啊 接受的好或不好都 嗯 嗯 那个门更敞开了一点 对啊对啊 但是就是还是 还是需要 需要继续学习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心理的 这个我觉得 所谓的我觉得比较健康的这个心理状态 他 嗯 还是需要 花很多功夫 他是慢慢建立起来的 然后 反正我记得 在拍华灯的时候 我就有一次就跟 就在跟导演先聊 然后 然后我就就我们在聊才华这件事情 然后 嗯 嗯 就反而结论大概就是 才华是需要培养的 他是需要一步一步 建立起来 他不是 他不是 天生的 嗯 然后 或许天分或许是天生的 因为这个大家都有 但是我们如果不去滋养这个天分的话 他他就不会变成 他就不会开花 他就不会结果这样子 那就是 嗯 所有 我觉得值得去 呃 我们值得去探索的事情 然后 值得去 呃 将自己沉浸在的 那那种那种环境啊 或者是什么 他都是一步一步来 我觉得很多 文化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 就是所有的文学啊 其实音乐啊 古典乐啊 然后舞蹈啊 其实都是这个样子 但特别常常是到演戏的时候呢 很多人会觉得 呃 那就演嘛 你知道吗 你不需要经过 强烈的芭蕾舞蹈训练 你知道吗 或者是什么 不用精进很多技能 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大家对于做演员的一个 物谬 对对对 然后 其实做演员 跟做任何创作艺术都一样 他就是需要一直下功夫 一直下功夫 嗯 然后 嗯 这件事情 让我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就 代表说我有做不完的事情 而且我都 我 这是已经是我非常爱的东西了 然后我可以一直一直做下去 这样 你什么时候在心里面认定你自己是 演员奉孝月 嗯 可能 其实之前都会讲啊 之前二十几岁的时候也会觉得 你知道 我跟大家讲说 不行我这件事情我不做 因为我是演员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 反而是可能把自己局限起来了 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有 偶包的关系 或者是什么 对对 然后你自己有一个理想 然后你希望达到那个理想 所以你很多 你会 错失很多周遭的一些 一些事情 其实那些事情也是在滋养你的 这样子 现在 嗯 现在就 反而是可以很自在的说 对我的工作是拍戏 你知道 然后 大戏小戏其实我都接 然后什么大大小角色 然后或者是什么大角色 我都我都喜欢 因为我就是很喜欢 说故事给大家听 然后很喜欢重新经历 把想象力给经历出来 嗯 所以我很喜欢做的事情 越来越喜欢做的事情 因为它总是很缤分 然后你总是有位置感 然后你总是 然后你总是 然后但是你又可以 好像有一个信念 有一个 有一个想法是你可以去追求到的 然后 如果大家身旁的人 又可以因为 因为这件事情而产生共鸣 呃 那我自己就会非常的感动 嗯 然后 现在 现在台湾的 影视行业 又在一个很 很兴奋的状态 嗯 所以在这个状态 我在可以 可以在这个环境之下 当演员 我觉得是 我是很幸福的 嗯 非常的幸福 当你打开你的胸怀 接受了 你内在 你是演员 凤小月这个身份 之后 你怎么去挑选 你的作品 怎么去挑选你下一步的 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在一个 来什么我都会想要接的状态 基本上 嗯 比如说像 像花灯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吸引你去接这部戏呢 花灯哦 嗯 第一个可能主要是他的故事背景吧 嗯 林森北路 1980年代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很 很 很刺激的 年代 嗯 有一种 荒野西部牛仔的那种状态 就是大家 大家会 很多法律还没有定好 然后 很多事情 呃 是以前不能做的 现在突然开始 其实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但是人又有一种 就是又就是有那种江湖感 你知道吗 其实你就会在 现在还是会遇到这些前辈 他们就是 那个时候 二十几岁 然后现在是很 还有那种气 然后 嗯 就是很 就很很像 有一部分的我很向往 江湖味 对 对 有一部分的我很向往 因为他有一种就是粗犷感 然后有一种荒野感 然后有一种就是 嗯 我的话可以代表我的一切 你知道吗 像现在 现在什么事情都要签约 签完这个约 签完那个约 然后那个约签完这个 又有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大家都是 开始那到底要怎么样 什么什么什么的 但是以前就是 我说的话我就是会做到 你知道我很 这也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你知道吗 或者是你知道那时候 也有很多很狡猾的人 然后什么 可是他们也是就是 因为有手段 什么什么什么的 所以达到他们的 他们的目标 跟他们的生活状态 这样子 然后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很 就是很兴奋 特别是透过戏剧的话 透过戏剧来讲这件事情 然后华登 他是 我觉得在台湾 还没有看过的 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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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种 嗯 然后他结合了很多 嗯 台湾的编剧 现在在重新尝试的 一些一些题材 然后又把它设在这个 时代背景这样子 然后这么多角色 大家都是主角 所有人都是主角 嗯 嗯 就是很很令人期待 嗯 其实你拍了很多部戏 都是很 复古味的 嗯 从 从猛甲 对啊 女朋友男朋友其实也是 上海王也是 对 这里就是猛甲 所以你从林森北 来到猛甲收访 对 这一路的过程当中 你有过拍过比如说 复古的味道的戏 比如说 现代的戏 你是怎么进到那个 那个时代的 你的那个角色里面 嗯 嗯 你要找到 你跟 找到这个人物的观点吧 我觉得你找到这个人物的观点 跟他看世界的方式 就可以进去这个角色了 这是最快速的 然后其他的东西 服装 化妆 那些我都不需要准备 嗯 所以到现场 其实我还是 我觉得回到我们刚刚讲 就是我其实都是在靠我的环境 在滋养我 在刺激我 所以我需要做的事情 其实很少 但是我需要非常非常专注的去做 那些很少的事情 才有机会让角色 活活起来 穿上了衣服 你准备好了之后 穿上了衣服 化好了妆 你就进去那里面了 对啊 然后你就看了那些 所有的角色 其实也都是那个时代的人 因为我们的美术组 其实台湾的美术 我必须要说 我真的都很非常的佩服 因为他们都很 都非常的细心 嗯 都比 我觉得可能 比很多演员 在创作角色的时候 要来的细心 所以很多事情 我可以从他们的 研究当中 研究结果的 创造出来的东西之后 我可以从那些事情 来找感觉 跟 跟 跟角色的信念 呃 所以特别感激他们 嗯 这次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的道具 跟美术非常的厉害 对我看片花非常考究 对那个时代的一些 道具啊那些的 嗯 那再来我觉得就是 就是该做的研究 你都该做啊 嗯 嗯 然后 嗯那个时候 没有手机 比方说 所以我其实我在现场 都不用手机 然后 然后 我自己也还也还还有一点点的印象 就是 在网路开始之前的世界大概是什么 嗯 嗯 他就是稍微有点点不一样 他就是 呼吸的空间比较多 然后 呃 人要约的话 就是会约的比较 嗯 用电话 对 用BB Call 对对对对 或者如果是没有手机的人 要从家里打电话 说那我几点跟你约在哪里 嗯 的那个接口这样子 然后也没有Google Map 也没有捷运 只有公车 对 然后你还得 所以你可能还得先看好地图 什么什么什么的 可能还要问人问人路 什么什么 这些都是现在比较不会有的行为了 嗯 所以 呃 但我稍微还记得 这种生活状态 所以那个东西其实 其实就是 也是我的养分 嗯 然后就是可以把自己 可能比较小的时候的记忆 再 再拿出来 运用 嗯 当结束了韩卡了之后 脱下了戏服卸了妆之后 你就会回到 原本现在的风小月的生活了吗 现在我一直都没有太 太大的 出戏入戏的 的状态 嗯 嗯 嗯 一直都没有 一直都没有 以后不知道会不会 很快的就可以转换 你真实的跟戏里面的身份 嗯 嗯 很轻松的 就是不会有什么 即使即便拍了很 比如沉重的戏 比如说今天拍了一个很激烈的戏 但是结束之后你就很快可以把它放下来 顶多是一天 顶多一天两天吧 嗯 不会有那种 变得很忧郁 因为 戏剧的世界本身是不存在的 它就是一个想象的空间 那 我能够运用我的想象力去跟他互动的时候 其实我是在跟他玩 我不是在跟他斗争 或者是在跟他批判 或者是你知道 或者是在要强迫自己去伤害自己 我是在跟他玩 所以他就是 他就是在玩啊 你也不会让他占据你的灵魂 也会就是在在拍的过程 在拍的过程吧 到现场的到到现场之后 然后你有目标 你有你的目标 你有你的计划 然后这些事情完成以后 它就 它就消失了 嗯 我觉得 我可能拍戏 拍一部戏 就对我来说有很大的一部分是 像是进入一个新公司 那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公司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不存在的 是因为所有人都相信这件事情 所有人都 几点来上班 都是讲好的 然后才来 但是其实你不做这件事情 如果所有人都开始不相信这间公司的存在的话 那它其实就不存在了 所以演戏其实也是这样 一个故事 一个世界 它就是一个 一个气泡 然后你在拍摄的时候 它就变成 它会变得很真空 因为你的外界世界都 都进不来了 所以 但是戏拍完以后 这个泡就破了 好像在沙滩上你画了 一些沙子的 留一些言这样子 可是隔天那个退潮 涨潮的时候 它就不见了呀 那拍戏的时候 角色也是这个样子 嗯 我现在也比较 比较能够清楚的用言语来形容 来形容这个过程 但它确实是这个样子 所以 所以我反而会 我反而会把它变成说是体会 以及体悟 而不是变成是沉重的包袱 跟我需要逃避的 我需要去 你知道跟谈恋爱一样 你知道吗 当你真的决定 你可以放下对方的时候 那你才是自由 啊 那你失恋的时候 失恋的我们亲朋好友在失恋的时候 旁边的人就会看着说 你太夸张了 你知道吗 或者是明明就没什么 或是有你知道 或者是有忧郁症的人 他们也是这个样子 旁边的人是无法 无法理解的 那个心里面的痛苦 到底是什么感觉 嗯 所以我自己其实也 某一部分的我也一直都很小心 这件事情 嗯 不去太执着于 这个 当然我觉得这个 这个跟我个性也有关系了 因为我很乐天 嗯 我就是今天吵架 明天 还是好朋友 这样子 嗯 你有过那种看着大萤幕 看着电视机里面的自己 然后就觉得说 哎 电视里面的这个人 跟现实生活的我真的 这个人是我吗 嗯 会有这种 惊奇惊喜 会啊 我觉得如果在在在 在 好的 我的在我向往的状态之下 我会希望每个角色都跟我差很多 嗯 毕竟编剧 不是 在写我 凤小月的人生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生都 都非常的不一样啊 然后你演越多 你就会发现 其实 那些细微的东西 人里面那些细微的那些状态啊 大家的差别真的是差 蛮大的 嗯 你是很享受这个过程跟结果 你都很享受的 嗯嗯嗯 目前你的身上的几个角色 于公于私的几个角色 演员 音乐人 然后呃 老板 这几个角色里面 你觉得你现在最最喜欢最优游的是哪一个角色 很难说 我真的 呃 老板 老板可能是最 我觉得最 对我没有 没有冲击的 可能最不在乎的就是这件事情 呃 嗯 嗯 因为 其实都是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不会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老板 或者是我也需要经营 或者是什么的 嗯 嗯 不是 不是 不是那么伤人思维 嗯 嗯 你就是在完成自己的 夢想 跟愿望 目前还是对 然后看他可以带我到哪里 对 然后 嗯 嗯 我也不 不会说这个是最好的状态 因为其实有时候你还是 事情是需要经营的 嗯 嗯 对 然后 嗯 演员吗 音乐这块呢 音乐这块我还在 其实还在探索 必须要说还是新人 然后很很菜 因为之前 之前都 反而在这块是更固执的 比做演员更固执 固执 想要去 固执到什么都没做 你知道吗 有时候你会 对于一件事情的期望 是多么多么的高 然后导致你 反而 什么都没做 现在要讲的话 我可能二十几岁 真的都是因为太固执了 对音乐 嗯 太固执 然后可能能力有不到 你知道吗 所以就会做不到那件事情 然后 真的是到 可能真的是三十岁以后 呃 发现 嗯 很多事情是需要敞开心胸去做的 嗯 你敞开心胸 其实事情 常常就已经做了一半了 然后你再从 开放的一个心 然后这 也还是从那个前辈演员 跟我讲的 你的心要 心要放大 心要放大 其实很多前辈演员跟我这样的讲 嗯 特别是男人 我觉得男人好像 嗯 就是有这个东西 嗯 就是长不大的那个小孩 需要 要长大 然后我们会用一些比较 可是我是男人 所以我怎样 一定要 有那个责任感 责任感或者是 嗯 我不能展露我的情绪 什么什么的 但是其实 反而把自己压迫住了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觉得 然后就是一直在这个很矛盾的状态之下 嗯 嗯 所以 所以我希望我做音乐这块可以 也可以 我开始可以用这块 这 这个 这个 这个心态去做 然后也是带着去玩的心态 嗯 然后学习的心态 才或许有办法把 啊 想表达的事情好好表达出来 你以前是很固执的浪漫主义 嗯 现在是很 顺遂的浪漫主义 随遇而安的浪漫主义 还浪漫的 浪漫的想法还是在 因为你如果不够浪漫的话 可能很多的梦想理想 你就先摆着了 嗯 你就会比较务实一点了 嗯 但是因为你浪漫的那个点还存在 所以他在push你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继续 精进你的演技方面的事情 比如说继续做音乐这件事情 嗯 就是做很多 其实我们一般人 可能没想到你会做的事情 嗯 但是因为你的脑子够浪漫 所以你会想要去把它达成 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 停止的话 如果我失去热忱了 嗯 我可能就不会 不会 再做这件事情了 嗯 我可能就会去 找一个 找一个正常的工作 哈哈 上班主 上班什么的 对啊 我觉得既然我已经有机会 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 然后我现在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反而会把它变成是一种 我觉得它有一部分是 也是责任 嗯 创作是需要有稍微有点点责任性的 要不然你没有办法完成它 你就会一直觉得 我是一个创作者 所以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它也不是那么的绝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有一些事情是你需要去 嗯 去练习 然后有一些功夫你是需要下 嗯 你的心态是很热情的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的是 你要把你想要的分享出去 你是用分享出去的方式 嗯 你是一个很热切的方式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你拍的戏 希望可以大家可以看到你 你的演技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你的音乐的表现跟作品 你是一种乐于分享的心态 在在诠释你的浪漫的那一块 嗯 嗯 因为我觉得一直跟自我打转啊 一直跟自我打转 你会一直待在一个 待在一个小小圈圈里面 嗯 然后 嗯 我觉得那个对创作是很 具有杀伤力跟毁灭性的 你就是关在一个象牙塔里面 就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了 嗯嗯 然后就算你那件 你的那个小圈圈 做得很好 或者是很受欢迎 嗯 嗯 但是 我觉得还是你知道世界是 无限大的 想象力是无限大的 嗯 所以我会我会希望自己可以一直 嗯 一直敞开心胸 嗯 但是到目前为止 现在就是 让你非常有兴趣 想要去继续的 执着 完成 分享的 一个就是 除了生活以外啦 另外一个就是 演员的部分 音乐人的部分 还有什么东西是 燃起你现在的兴趣 想要继续的往下 探索下去的呢 呼 先这样子好了 我觉得这已经够多了 我觉得戏剧本身 水非常深啊 戏剧的水真的非常深 你是双鱼座的啊 你可以往下游啊 嗯 嗯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 因为台湾的环境很开放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 创作 嗯 然后台湾的 环境 嗯 我觉得可能性 有非常多 嗯 那些我们还没做的事情 都是台湾的可能性 嗯 但是 不能只一直就是 等着期待它发生 嗯 我 还是 我知道我这句话 讲了很多遍 可是 就是以前的老师 在 我在英国读剧校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做演员 其实常常 大部分的演员是没有工作的 大部分的演员 都还要在餐厅打工 嗯 可能超过八成的演员 是这样过这样的生活 那些真的我们看到的那些 荧幕上的人 就是百分之一的演员 百分之二的演员 可以去做那些事情 嗯 所以他就会有很多很多的 负面的 抱怨跟烦躁跟无奈 跟这些事情 导致你说 那不是我的错 是 这个世界的错 嗯 环境的错 什么的 所以 然后当这些想法开始之后呢 其实你就成为了问题的一部分 那我老师是一直 就是他就 在我们毕业以前 这已经十年前了 毕业以前说 那你要选择当问题的一部分 还是你要当解决的问题的那一方 这样子 虽然会比较难 然后你肯定要做很久 可能还是没有成果 但是至少你尝试过了 而不是 一直在怨天尤人 嗯 然后我自己 就算以前 会这样的讲 我 我可能到现在 才真正有办法去 呃 去做这件事情 提起劲去 去做这件事情 那 我觉得 当然也跟我开了这间表演工作室 有很大的关联 我在学这套表演方法 是从 呃 从纽约建立起来的 然后 呃 学习的过程 就是比较阐益 你知道我们 就是 会 会发一些 呃 课外读物给 给学生这样子 然后 我自己 也是以学生的身份 在在工作室 在当 在学习 嗯 很快就会讲到 有一本书叫做 建树与禅心 然后 就是一位 关于一位德国人 他说大使 他是大使 那时候 嗯 五六零年代吧 他 他去日本 然后 大使 因为其实有很多自己的生活时间 来 跟文化交流什么什么的 所以他开始学 射箭 日本的剑术 然后 那个 那位老师就一直没有教他 就是 他 并不是说你今天要射一百次 然后你 三个月以后 你就会成功了 射箭 射箭的艺术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要射的很准 是你必须要 完完全全的 跟 弓箭 你知道 心灵合一 你知道有这种状态 然后碰 然后你毫不费力的 没有 几乎是没有瞄准的状态 你把它射到了中心点 然后你可以 一百只 都 这样子的状态 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一个 嗯 我记得李立群老师之前也 好像在某个节目上提到这件事情 嗯 在讲射箭这件事情 跟演戏 跟 呃 跟做人 呃 然后 呃 收获非常多 嗯 收获非常多 他就他他不是一个你可以强求 演戏不是一个你可以强求 你强迫自己他就会发生的事情 嗯 他必须你要必须的去一直 跟他相处 跟他一直观 用观察的方式去跟他相处 然后 所发生的事情全部都是意外 所有的事情都是意外 情绪 所以所有的情绪情绪情绪 情绪是不能演的 你不能演情绪 你必须要让他 因为你在经历事件的过程当中 他是 自然发生的 自然发生的 对 呃 所以 这件事情是 但是这件事情是 还是有练习方法的 但他不是一个 呃 军训式的 嗯 其实也不是 他纪律 你要你要有非常强大的纪律的心 以及一个非常放松 无所谓的心 同时发生 有点像冥想的感觉 很奇怪 对很奇怪 对然后 嗯 然后你要一直去做这件事情 他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你就不会觉得他很玄 或者是很神秘 或者是很怎么样 然后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现在在经历的一段过程 嗯 当你完成了这个部分之后 结 完成了这个 这个演出之后 你应该会觉得很爽吧 滑灯吗 就是 像刚刚你提到的 就是 嗯 整个进去到那个很顺的那个情绪走 跟那个角色合而为一之后 完成了那段演出之后 你再回头去想到 表演的那个过程 演出的那个过程 你应该是整个会 气力放进的那种很开心的感觉 它是 嗯 它是我目前最能够接近自由的状态 嗯 就是透过演戏 在滑灯里 有过这样子的演出的 哦 滑灯真的是一部天使地理人也和的一部制作 我必须要说 去年 呃 原来我的家乡 呃 是这个样子 当世界变成那个样子的时候 嗯 我自己是 我其实我自己是因为前几年都长期往外跑 所以发现原来台湾 原来我跟台湾 开始变得有点不熟 甚至是 你知道有一些地方 它只是我生 它只是我睡觉的地方 吃饭的地方 可是我跟这个地方互动不是那么多 所以 嗯 接到滑灯的时候 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庆幸 在 在这个时候 你知道因为其实心如姐 这个剧本也写了三年了 嗯 写了三四年 然后制作 做了非常多的准备 嗯 然后他很有野心 但他也准备了很完全 然后到我们的 其实我们的 我们的制片啊 然后跟导演啊 还有摄影师啊 到现场的时候 我只需要做 我要做的事情 就好了 我可能在台湾还还没有 扎扎实实的有 从后到尾都可以有这样子的 感觉 嗯 所以拍的非常的开心 拍的非常的开心 嗯 虽然那个世界很 很复杂 但是每天回家都是 非常开心的 嗯 做足了功课 然后到片场到剧组之后 就顺着他们营造的一个气氛 嗯 嗯 就进到剧情里面了 嗯 结束了之后就很顺畅的 就出来了 就把衣服脱掉 然后啊好 我现在又是小月了 所以我可以回家了这样子 这是一个很舒服的 不管是对 剧组来讲 或者是对你个人来讲 都会是一个很 很顺畅很舒服的状态 对啊 然后我常常听到夜 就是大家都会说 你知道有时候反而拍的太舒服 作品会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这部好像 好像又又破除了这个魔咒 嗯 可能跟我的个人状态也有关系 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很 很open mind的去进去 很自然的 对很自然的去投入这个世界 然后很多以前比较固执的那些 心态都都放下了 因为 也到了一个好 那那我很固执吗 那 你也固执够久了 那你看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你还要继续这样子 就是这么心里 心里这么不放松吗 嗯 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没有看到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把它藏的很好 哈哈 大家觉得啊小月就很松啊 然后什么什么的 可是心里面那个状态 的那个真实松 还是花了一点点时间去 去 你曾经是把他压着 去跟他拉扯 对对 把他压着这样 到达了滑灯 我 就开始了 就是 想起了就是 戏剧跟 跟玩乐的 的 的 你就是达到了一个很放松的 平衡的状态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角色可能 也是 也也 也很适合我 嗯 跟心如姐 就是 嗯 跟整个制作 然后他们选角的时候 其实都非常的细心 然后想的非常的多 然后考量的也非常的多 然后 嗯 嗯 对我很感激了 这部这部作品 嗯 还没上 但是我觉得应该 应该会蛮经典的 我很期待 嗯 我觉得会是台湾的一部很经典的的的的影集 嗯 看片花里面你们是很激烈的情感的纠葛 请你 打个广告 宣传一下你的新作品 华灯初上 好 哈喽我是凤小月 我的新戏 华灯初上呢 11月26号将全球独家在Netflix上架 嗯 跟你一起期待这部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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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